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这个关键时刻我们要请到关键来宾了 这个解定存买台积电 今天听说也有给他抄底成功了 今天台积电最低923被某人买到 我是买开凡价925 那也差只有两块 我们今天请到杜金龙杜大哥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我们透过直播广播同步进行 杜大哥真厉害了 每一次台积电都给你摸到 不是因为我长期盯着他 只要美国大跌 台积电如果要跌再跌 今天千载蓝龙 因为今天会打跌6% 我想看美国台积电ADR也跌3%左右 所以我就看早上期后开盘 他大概是933 所以我就挂开盘价933 刚好开最低买到925 后来就923 因为那个机会 每次台积电反正跌两天三天 你买短线一定有菜钱赚 所以今天收盘又说945 算还不错 很多人去放空他 今天开盘很多人去放空台积电 台积电第三天怎么可以放空 就真的有人放空 那就没有办法 今天晚上老婆生日的菜钱 可能是他贡献一小部分 你太客气了 他已经帮你板斗了 今天价差一张就多少 20万嘛 20块嘛 20块啊 2万了 2万可以吃一桌很好的 10个人吃一桌很好的 对对对对 杜大哥很厉害 那杜大哥这个 整个大势方向怎么看 现在帮我们解一下 整个方向性吧 剩下几天三半年就够了 那其实今年三半年 我们本来涨30%啦 算非常非常好 而且2Q 理论上以前的 我们2Q也不会那么好 那你4月份涨0.5 3月份涨3.多 这个月目前是涨8%左右 加起来大概十几%啦 那以前的2Q 你狼长十几%是非常好 那那再过完三半年 我们下隔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叫做汇波兰西的 21个月的转折点 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台股一定要记得两件事 一个是21个月 过完这一春 下一次你非常好 有55个月的转折点 所以这个21个月过完以后 以后那个34个月 主身段你就非常好 那台股这62人来 有两次刚好21个月 上一次就是8523涨到18619 涨了一点多倍 晚又21个月 他就回到 回到我们的这一波的12629 大概回33% 那这是我们最近一次 那有另外一次 就是我们那个421涨到 民国71.421涨到969 他也大概涨一倍左右 也是21个月 也大概回了三成多左右 所以台股21个月就有这两次非常准确 所以我们不管说这一次 今天20个月 有点气头气回 因为我从那边算 那我们现在是涨了85% 就高低点长了85% 那你21个月起算是 点位是多少 21个月的这个 起算的点位是多少 上次的话是 19291吗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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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上次是8523 109年的3月19号 涨到8169 110年的1月5号 那后来他涨了大概 这边我这个有带来 等一下给小编 我知道了 2022年的10月开始了 对不对 那个低点应该是12629 对对对 12629 12629 10月25号开始 对啊 2022年10月嘛 对对 如果回算21个月的话 是那一根黑K棒的月线 对对对 到今天是第20个月 有的人是说 那个后面才算 可是因为我从以前这样算的话 如果你后面算就到8月份嘛 可是我这样算 就到这个月 现在20个月 下一个月21个月 那你现在是6月20号 6月20几是我们高点嘛 那个我们的那个23406嘛 而且涨了85% 因为他比较跟人家不一样是 上面两个我讲的都是涨一倍左右 那里面 这一次的话 他的效应是用AI效应 而且他是这一波 我个人都把它登位 12629出生段 那出生段涨完以后 你涨了将近一万点以上了嘛 涨了85% 而且你休息完以后 你搞不好以后会走 后面还有一个出生段 所以我一直在讲 那我们台湾 这个21个月有两次 另外我们63年来 我们55个月的转折点有8次 那这就更多了 更多啊 所以来讲的话 就是说 我们的意思是说 你这个21个月 你稍微尊重他一下 把子股降下来 而且我们本来在3Q 以前本来在台湾就比较淡嘛 因为有那个前子要扣嘛 扣800一点 那台湾大概在这个789相对就比较股市比较大家换暑假去的 有的人是说外资要换假 有没有 所以昨天不是有一家投信的那个华收会 那个收明会嘛 那个成熟分国态他比较保守 他就说暑假要换暑假 而且他们另外一个总理研究员就说 本一比现在也稍微比较高 其实到昨天的本一比是24.22 那我们台湾62人的本一比是20倍 大概 那其实我们现在在判断台湾的本一比 其实以前我们两年前9倍到13倍 那如果你主身段的话 你本一比会往上调高 就是说我们21倍是我们62人的本一比 可是因为如果你要走到主身段 你的本一比会往上调高 我们曾经以前在民国789人本一比有到56倍 那主力炒股时代 四大天王雷伯龙 那你说主意 你看到我们那个华城 华城的股价净值比多少倍你知道吗 我昨天在说 哦怎么这么高 41倍 在民国78年国态金的股价净值比多少倍 30倍 30倍已经很高 可是我们现在华城 你用股价除以他的美股净值 41倍 人家订单接8年 不管接种 国态的土地资产也多 所以我们在讲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台湾的主身段 有时候贬一笔会全部的往上调高 就像两年前压到9倍 大家都不满 可是现在你今天24倍 所以股票现在修正了大概900点 可是这一波小修正 我们既然你看我们今年有四次修正 选完总统修正了800点 再来一波4月17号修正了1500多点 那前一阵子修正了700多点3%左右 这一阵子今天修正900多点3%左右 所以他其实在涨的话都有修正修正 那到今天修正了98我们是说在猜啦 这一波这个高点会不会都直接只到两万四或是25258 因为今天报纸大家不是看到有一个机构说25204吗 根本不用算你用1269乘以2就是25258 然后我们在这边讲很久他才算了那么多 那25就是我们下一个目标期吗 他会不会现在达成 那我们现在在考虑是说你这么简单就涨了一万多点 有没有你的1268不止两倍而已 所以我现在都把1268乘以多少倍 乘以2.382 2.618 如果说12682 629对不起 乘以2.38倍就是三万点 如果2.618倍就是三万三 那我们现在中间考的一个就是两万五 所以如果说这个出生在这边结束 他回来以后下一次过完这一关 反而又到55个月 那你就会有更高的一个点数 这是我目前规划下半年胎股 那我们这样的结论是说 这个7月份或是我们3Q做修正 修正完又是让你去做买的一个部署 那部署的话一般来讲都F4这4是股票 那这个当然大家会问说那杜大哥 如果下个月到21个月的话 要稍微压回修正 那会修正多少% 然后呢会修正几个月 因为您刚刚讲说前两次21个月 都修正30几 都修正三几%吗 如果是修正三几%也很呛 会不会真的是有这样呢 还有就是时间空间 这个幅度多少 就等一下我们下一段回来 所以听众朋友 你一定要掌握下一段 因为等一下杜大哥 我也请教杜大哥 修正是关键 修正完之后呢再继续走 刚杜大哥已经讲这个三万点的目标出来了 那如果真的照这样的一个方向性 修正难免的话 那他修正多少 那这个就是大家应该心里面很想知道 包括我很想知道杜大哥的想法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21个月跟55个月 历史资料在这边 这边不是有21个月吗 有没有 有232 6 2 7 那21个月这两次最准 再来就是说 这边55个月有8次 所以我们55个月的几年 所以有一句话就过了这一村下一村嘛 那所以这个21个月修正 是大概理论上是过多 而且你是初生段嘛 那这个祖孙段走完以后就会55个月 你看他55个月的几年 还有34个月 对 34个月那个三年多啊对不对 再来就是说刚才你讲的 就是说你现在涨涨了这个 这个整个点数嘛 那我这边有写 因为这边是涨 这边就是涨两倍25,000 那涨2.618倍是3万多嘛 涨2.618倍就3万3 那你修正法以后很简单 他有三个 我们这一波是从4月19号的19251开始 有没有 再来1万7 再来今年年初最低点 我们今年最低点就1万1519多嘛 年初啊 年初还有1万5 年初有到1万 有有有15多 我们15多 所以来讲的话 你现在最可信的话就修正到 我们上次的1519 15291 15291 15291刚好是这一波涨无非0.38的位置 那我比较偏向你是18619 18619就说我们两年前的高点是18619嘛 你突破拉回18619 那我们这一波 那也修正不少 对对对对 如果到18619有 没有那个是最悲观的 因为你AI效应比较好嘛 那再来也就是说 我们这一波为什么从1269开始起算 因为我们30年前是126824高点嘛 所以被人家看见 这个是大概高低点还有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今天期货夜盘 3.1开盘之后又大跌 跌到了盘中低点22611 今天收盘是22747 所以等于说又跌了这个超过130点 不过呢 刚刚就在我们节目 这个开始前的四点钟 他就一路拉升 居然可以拉回平盘了 拉回平盘 现在目前再往下掉 下跌40点然后22707 这个是在夜盘现在目前的走势 给大家参考 那刚刚杜大哥有跟大家讲说 21个月转折在下个月 那下个月如果照过去的经验的话 21个月转折要修正 尊重一下 尊重一下是刚杜大哥讲 尊重一下21个月的一个 背波南西的这个时间点 那修正杜大哥您觉得 有几种可能性呢 一般来讲我个人都把这个 这样都出身段了 现在还在盘 那如果说不管说这个高点 或是企业出的一个高点 那你总是涨了85% 而且我们也知道 就是说你涨了将近一万多点了 那你修正一般我们大概有几个 就我们今年这波起涨点 是一万九千多点 那在我们在两年前的高点 是一八六一九 我这一次把它重划是说 因为你突破一八六一九 我们就认为这个第八大循环开始 它一个循环大概有八十九隔夜的时间 现在才涨二十隔夜 就是这一波 那如果说你用整式关卡就两万嘛 两万的一个压力机 那这样的话 大概修正了差不多 二十几%啦 不会像以前修正的三成 因为一般修正零点六一八 大概我在想 强势回答 强势回答 那这样 那这样修正丸佑 这一波就开始 出生段丸佑 第二波整理 丸佑就开始要走漫长的 出生段 三十四隔夜 下一个关卡就五十五隔夜 所以你大概在七月份 把它注意一下 那因为一般来讲 我们以前的八九 因为有除息的关系 你点数本来就是会扣九百点 你没有涨 其实是有涨 为什么 因为八百点的席值嘛 你把它还给回去 是涨九百点到八百点 所以他大概按照 我们统计资料 七八九 其实股市大概都稍微比较 点数比较低 那美国一般来讲 总统选取十一月份的话 他们九十大概都比较不好 所以美国剩下七到八 比较有冲 那这个礼拜不是开始要 两个对PK的吧 一直要辩论 一直会吵一直会吵到十一月 那按照以前美国人家统计是说 在两个前几当中 前面两个月大概就稍微比较低迷 就跟我们台湾 显然是一直费大嘛 我们显后这一波也是大 所以大概我的判断就是说 不管怎样 你在七月份 你先把它尊重一下 让它整个一个AKD 因为我们现在AKD95嘛 那MACD也大概在500多 尤其我们这一波是有出现 上一个礼拜出现桌金量 因为外资那一天买400多亿 整桌的桌金量是5300多亿 跟我们两年前18619那个桌金量 5600多亿 刚好在桌线 因为我们年长三桌嘛 那个桌线刚好都是在高点 因为马上高点 完以后就反转 一下就跌900多点嘛 大概这样 所以我在整个中央判断是说 在这个七月份有高 你就先卖 像先这几天跌我就买 我就用那个超盘方法 就是高就把它卖一卖 跌就慢慢买 所以我才会买到台积电 这一种来回做 而且这样做的话非常好 因为台积电前一波是跌了82块嘛 那这一波上一波跌了52块嘛 那今天你看从984跌到那个93 大概50几块了嘛 60几块 对不对 所以你给他看一下 因为他每次上一次最严重是80几块 所以我去摸到那个740的那个低点 上一次50几块我摸到821嘛 那这一次今天早上又摸到那个925 那一般来讲台积电应该这一波 他坚强的支撑就是899上面900块 就像鸿海本来突破200嘛 今天你看盘中200就撑住 有没有 最近鸿海是很强嘛 大概一这样来看这个F4这44股票 台积电联发科 红海跟那个管达嘛 那他连把这四个字连起来啦 不太好听啦 前面四个字啦 台积电台红 联发科嘛 台红联广 台红联广 为什么不好听 今天我听人家讲 他不是这样的 是好像四个字 F4 好了他自己去排列组合 对对对对 这个F4的目标期 假设说你台积电涨到1223 用EVA吧 经济附加价值表 那管达涨到401 因为他IPO401嘛 那那个鸿海涨到300块 因为他这一波突破完以后 他剩下两个高点300块跟375 那联发科是从171起涨 涨10倍就171嘛 所以这F4这四只股票 如果我们刚才的目标去通通达成 你大盘就会涨到25000到30000的高点 这是我们主生段的 您刚讲台积电EVA算下去多少 1223 那那个鸿海呢 鸿海就是因为他现在突破完以后 他剩下两个嘛 300块跟历史高点375 那管达的IPO 我们大法承销是401 他的天价是850 对对对对 那那个联华科1500已经过历史新高 所以他用10倍是 他从171乘以10倍 他的目标是1710 所以我们现在把四只F54的目标期 通通有一个比较高的高点 那你这样还演完以后 假设现在回答嘛 还演完以后大盘就会 25000到23000 这是我们讲 因为你这样除他们占钱值多少 除以0.3嘛 那你还演大盘就会上2万 所以今天工商不是25k嘛 其实那个太便宜了啦 因为他底下访问那个网友 底下有杜金龙三个字都没有看到我 因为那个记者有访问杜金龙 那个字比较小 他们用大标题说 这个外资用25k嘛 我今天在我的脸书写说25258嘛 这个很好算嘛 一下是大家有听到 工商总面积 以后杜大哥要放那个字要大一些 九号字 杜金龙三个字 要放在外资前面 因为他可能看那个美女 用美女的照片 尊重本土 杜大哥你看算得多精准 杜大哥每天在家里面都在算这些的 这个是非常厉害的 还有想象空间 不是因为他25240跟我25258 我们不是计算机1269乘以2 就是25258多少算 他还要用本益比多少倍 这样模拟很久 才是两万五 这样比较有学问 其实我们在讲 昨天国泰人手也是要用本益比 我们知道我们台湾本益比 有一个人吊诡 就是说你不要用以前的九倍十三倍 因为你今天是二十四倍 二十四倍 可是台湾有时候在乐观的时候 本益比会异常的超出这个水准 比如说你平常这样应该是很高 超涨超低 overshooting 所以股票最冷的地方是说 大家很热的时候 你看到现在股票市场是很热的 什么东西只要点一下 有没有 像最近不是在玩那个利能三只股票 现在东吴股票最标 银爆雷狐 还有那个神威 不是还有现在我想说宏丸也可以涨 那个熊丝也会涨 因为现在不是动物的股票都涨 对不对 动物的股票 对不对 银爆 有啊大象啊 星象也在涨 大象也进来 他现在就流行 因为银爆 引爆这个 所以利能那三只股票 因为他从串新版弄到一般版 所以那个银爆就开始飙出去 那凯基在今年四月份有写 那个利能概念股那三只股票 大家可以好好去看那一篇报告 因为那个银爆的EPS是很老的 因为他我记得大概十四块到十六块 今年干明的 那那个神威还有宏德嘛 这三只就是利能 因为那个樊仁星他们要跟他买利能嘛 买利能玩用 你看他一点一点就 你看啪啪啪 连跳三只四只涨停板 这个就是年期万嘛 那你只要找到这个题材 他就开始点起来 那这个利能股票 因为他以前在串新版有的因为要有受限不能买嘛 好 杜大哥今天讲了非常多 这个参考点 让我们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等一下再参考一下 好 非常谢谢杜大哥 好 这个太座生日之日来我们节目 谢谢杜大哥